I'm gonna fuck you up 老实八交的男人 整天胡子拉叉不锈便服 显得窝窝囊当当的 每天的生活循规蹈矩 平静而且枯燥 早晨起床上班打卡 晚上吃饭上床睡觉 跟老婆就像结拜兄弟似的 关系老铁而且春节 由于没什么特长 男主一直在老丈人的公司婚日 说有这么一天晚上 一对雌雄大盗闯入了男主家 男主刚想报警 就被女强妃用枪顶住了面门 并抢走了桌子上零钱 由于钱太少 两名抢匪还把男主的手表给抢走了 男主的儿子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上去就跟男抢匪扭打在了一起 本来男主有机会下手 但在关键时刻 他莫名其妙的停手了 从而导致他儿子害了揍 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了 男主在家里本就不高的地位 不仅他老婆鄙视他 他儿子也觉得自己的老爸 就是个胆小鬼无当废 作为一家之主 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 男主不仅受到了警察的嘲笑 连邻居也拿这件事调侃他 来到单位之后 他大舅哥又把他戏录了一番 搞得担住非常的郁闷 晚上男主去养老院 看望了自己的老爸 男主的老爸以前是FBI的探员 可以说是绝对的老江湖 虽然老婆孩子对他爱大不理 但男主本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也就不再追求这件事 但当他听说闺女的手镯不见了之后 男主开始不淡定了 他对闺女事无珍宝 可以说寒在嘴里怕化了 拿在手里怕炸了 绝对的掌上明珠 为了拿回闺女的手镯 男主再次来到养老院 带着他老爸的手枪 和早就过期的FBI的工作证 前往温身店打听抢匪的消息 由于冒充FBI探员的身份被识过 双方剑拔弩张 眼瞅着就要动手了 这时候旁边的一个老兵 看到了男主手腕上的温身 老兵看到之后脸色大变的 头也不黑的就跑了 打听到女抢匪的住址之后 男主马不停蹄的赶了过去 原来那对抢匪是两口子 男主进屋之后 首先拿回了自己的手表 但他闺女的手镯 两个抢匪表示并没有见到 本来男主打算干掉这两个人 以泄心头之恨 但这个时候 屋子里突然传出了孩子的哭声 男主进屋一看 心顿时软了下来 心情郁闷的男主乘公交车回家 这时候几个坏小子上车 上车之后就开始调性女乘客 男主正好一肚子气无处发泄 于是便把这几位当成了出席桶了 紧接着上演的一维五的动作戏码 这场动作戏打得酣畅厉厉 把男主泪出了一身的汗 结果可想而知 男主这位曾经的特种部队的精英 把这几位全都揍得住了院来 虽然男主也受了伤 但并无大碍 这部影片好看的原因就在于 男主并不是以往动作片中的轻松搞定 而是在打斗的过程中 也会被揍得逼心眼中 男主的这次过激行为 可捅了马红火了 其中一位蛊惑仔的哥哥是个恨角色 这位专门负责为俄罗斯黑帮理财的大叔尤里安 是一位反社会人格的变态狂 不仅心狠手辣 而且一出手绝对不留祸口 这哥们儿一出场就露了一手 把俄罗斯黑帮的人都吓了不清 当尤里安听说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被揍成了植物人可气坏了 发誓一定要替弟弟报仇 他通过男主遗留在公交车上的信用卡 查到了男主的信息 男主虽然金盆洗手了多年 但也是有组织有朋友 他的这次重操就业 很快就被有关方面给制造了 秘密组织的头把尤里安的资料给了男主 希望他好自为之 尤里安不仅查到了男主老爸住在养老院 而且通过五角大楼的朋友摸清了男主的底细 当看完男主的资料之后 把尤里安的女秘书吓得当时就辞职了 晚上男主一家人正吃饭的时候 尤里安的人突然就杀到了 男主把老婆孩子藏在地下室之后 跟这帮不速之客展开了大战 虽然最终被豁捉了 但在这帮家伙回去交差的途中被男主给反杀了 男主跑回家 让老婆带着孩子先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面对一屋子的尸体 男主一时半会儿也跟老婆孩子解释不清了 男主以前在组织里是专门负责灭口的 但有一次他大发慈悲居然放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果然像自己发誓的那样 从此之后喜心隔面再也没干过坏事 而且还娶妻生子过伤了小日子 把一直孤家寡人的男主嫉妒了要死 也正是这个人触动了男主 看着这家伙都过得这么幸福 男主最终决定退印江湖 隐姓埋名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男主知道尤里安绝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他烧掉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家 然后又偷走了邻居的车 带着所有的钱来到了工作单位 这个工厂是他老丈人的 为了迎接最后的大战 男主拿出所有的钱买下了老丈人的工厂 尤里安一看没能搞定男主 于是便派人去收拾男主的老爸 俗话说老子英雄而好汉的 男主的老爸看上去弱不禁风 但狠起来那也是毫不手软 由于男主提前警告过他 因此当尤里安的手下准备对他下手的时候 被他七雷咔嚓给反杀了 男主买下工厂之后直接又停业整顿了 然后开始在车间里设置各种机关 准备把尤里安的团伙来个一二端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男主带着武器来到了尤里安负责看管的金库 不仅干掉了所有人 而且还把金库给烧了 为了能把尤里安引到工厂 男主来到叶总会跟尤里安谈判 这就叫一高人胆大 什么都不怕 由于男主手里握有军用炸弹 尤里安也不敢轻举妄动 随后男主小之一里动之一情 企图说服尤里安握手艳河 但对于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变态来说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男主让尤里安好好想想 他在外面的车里等信 不过他知道尤里安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不其然 尤里安很快便在这手下开始追杀男主 男主一路飙着车 把尤里安的人引到了工厂 此时男主的老爸和战友酱油哥 也加入了这次大决战 这场大战非常的经典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老爷子再次拿起熟悉的武器 非常的兴奋 整个人似乎都年轻了十岁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最后就剩下尤里安一个人了 而男主这边三个人都没子弹了 男主最后的这一招堪称经典的 直接就把尤里安给送走了 得知消息的警察 很快便把一个人守在现场 收拾烂摊子的男主带到了警察局 但不管两位警官怎么问 男主只说自己是一个小人物 就在警察们正在考虑 是不是刑讯逼供一下的时候 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 让他们赶快把男主给放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看人千万别冒相 不然容易伤大当 半猪专门吃老虎 到此不知啥情况